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黑衣侦探 今晚的前瞻直播,老米是公布了新五星雷系虚无系角色 也就是那位人送外号主角妈妈的卡夫卡 角色的基本定位是一个主打DOT,持续掉血 以及额外引爆伤害的输出型角色,核爆伤害 首先是普通攻击跟其他角色一样,都是50%的倍率伤害,1级10 只不过卡夫卡的是雷伤,战技的话是一个有扩散能力的群体输出技能 最多打3个,效果是立刻引爆怪物身上的DOT伤害 这算是卡夫卡的核心机制了,说直白点,持续掉血伤害 就相当于你在怪物身上挂了个炸弹,敌人每回合都要结算炸一下 而卡夫卡的这个战技能瞬间引爆这些炸弹的同时 还不如消耗炸弹原本的持续次数,算是个无中生炸的引爆技 所以说敌人身上的DOT越多,卡夫卡能引爆的伤害也就越高 至于DOT该怎么叠,想见老黑这期有关吉普特工的教学视频 目前游戏中一共存在两种 一种是物理雷风火的破刃DOT伤害 一种是角色自带的技能DOT伤害 如希露瓦、桑伯、虎克的技能效果 这两者互不隶属,能相互叠加 也就是说在最理想的状态下 BOSS身上最多能同时存在8个DOT 4个破盾DOT以及4个技能DOT 这时卡夫卡上去引爆下 什么叫大数字女王啊 我卡天后才是崩铁输出的第一人啊 终结技的话是个群攻技能 造成一次触电伤害的同时 还会给敌人额外上一个持续两回合的触电DOT伤害 前者直接伤害的倍率较低 后者触电DOT的持续伤害较高 说白了这技能就是拿来配合战技 打引爆伤害用的 被动天赋的话是一个追击技能 只要有角色对敌人普攻 卡夫卡都能立刻追加一次伤害 还能挂个异伤效果 不多说了 白嫖的攻击次数就是强 密技的话是一开局 就给全体敌人挂一个触电DOT的效果 说白了 这就是给战技终结技上一个敌宝 保证一开局 敌人身上就有炸弹可以引爆 专属光追的话是这个 只需等待 效果是攻击后提高速度 最多三层 以及增加各种DOT的持续伤害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内测时的角色数据 实际上线后的效果 还是要以老米官方后续公布的消息为准 那最后总结下 卡夫卡这位主角妈妈 人气上字不必多说 君不见有多少老哥 无不哭着喊着 倾家荡产也要抽 但角色的实际强度 还是要打个未来可期的标签 一是配对造价过高 你想要打核爆 还要把冷门的桑伯西路啊 乃至这版本刚出的卢卡 通通练一遍 大家还是要点亮点亮 这手里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资源 来支撑新的虚无DOT体系 不过还有种选择 那就是把卡夫卡当警员用呗 也不要什么荷爆队友了 卡夫卡自在的那点出电DOT也够用 剩下的就按部就班的上 Bronia 小狐狸亭云 以及乃顿府 不少脑策大佬都表示 这套配对用下来 实际输出强度也倒还算可以 那不知道各位老哥 你们觉得呢 你们是要缩哈新体系 还是仅仅满足于弄个警员二号 欢迎一起来讨论哈 那好的 视频制作不易 还望各位大佬点赞三连 咱们有缘 下期再见 拜拜